全面补气端板 手机外供电第二期 它来了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上次帮粉丝改的红米K40 迎来了全网几百万人的微观 同时也对手机去掉电池后的 使用性和稳定性提出了很多疑问 今天这期视频就对大家提出的 所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进 让手机改外供电变得更加完美 就安法依旧使用整流二级管 电路简单成本低 我选的最大可以通过五安电流 一个才几毛钱还包油 上期视频大家说这个电流不够 那我们两个并联在一起 那样的话最高就可通过十按的电流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人提出在游戏的时候 大电流适配器可能会顶不住 这回我安排了一个法拉电容 别看这么小小的一个 它的瞬间放电能力非常强 现在主流的电池点焊机 都是使用的大号法拉电容 这些外面配件放在手机里 也会有发热现象 我的方案是给他们安排一个外壳 在数据线的中间 做一个降压和中介的功能 把这几个东西放在里面 就起到了降压和瞬间 大电流放电的作用 大屏手机或平板 在启动游戏的一瞬间 就避免了因适配器电流不足 而重启的现象 有人说我拆除电池以后 不会影响手机的发热量 以三按的电流放电 现在的电池温度达到了47度左右 可以证明拆除电池后 对手机的发热量 一定会有所改善的 拆除电池后 也可以提高手机的安全性 比如这个手机处于高温环境 而且是长期的高温使用 里电池也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 还有人说为什么要在背部开个孔 而不是使用原机的Type-C 如果你用来直播的话 你就知道其中的好处了 它可以给手机腾出一个数据接口 不管你是查HDMI 还是查网线口 都不用再去考虑充电的问题 而且现在的手机 都没有3.5毫米的音频口 就连查个耳机 我们手机都没办法充电了 还可以将手机拓展成CPE 因为没有内置电池 24小时查的也是可以的 直接使用一条Type-C转网线口 另一端查上一个无线路由器 因为手机开热点 信号比较弱 如果外置一个普通的家用路由器 天线信号会更强一些 我今天改造的案例是使用的苹果手机 这是一台2016年发布的iPhone7 这应该是我用过的第一款 双扬生器的iPhone手机 这款手机在听筒的位置里 安装了一个扬生器 特别是在游戏的时候 外放的立体感会变得更加强烈 8年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的系统流伤度算不上丝滑 但是也是可用状态 那么大家8年前的安卓手机 现在还可以使用吗 苹果在它的环境与责任里面 显示了这样一段话 大多数iPhone产品的使用期为3年 那么你们的iPhone手机 一般是几年一换 下面开始改造教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动手 这是一个拆屏工具 可以吸在屏幕上 将屏幕缓缓地拉开 拆下屏幕的排线 先将屏幕拿下来 iPhone手机的屏幕 就是非常值钱的一个部件 滴入一些酒精 将电池取下 电池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只需要电池上的一个保护板 使用金属剪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正负极不要短路 这里有标注必加必减 就是正极和负极 这个小板又薄又脆 大家施工的时候 注意不要弄断 背面有MOS管和芯片 对于外接的电源线也做了改进 这一次使用的是弹簧线 也可以使用这种编织的弹簧线 这个价格会更贵一些 这两条线都是选的两米长度 这样就不会显得那么杂乱 而且使用的时候体验会更好 如果你想追求极致的简洁 可以使用这种拉线的适配器 在不用的时候 直接把线收回到适配器里 适配器的侧面是磁吸 然后底部是一个电源插头 上次是直接把二级管 放在了安卓手机里 红米K4的内部电池仓非常的大 而iPhone7的电池厚度 只有3.19毫米 二级管和法拉电容是放进去了 外接电源线的开孔位置 要考虑在玩游戏的时候 不能挡住双手去握电话的位置 还要考虑在手机支架上 刷具的时候横屏和竖屏 这个坐机电话对于我的用途 就是这两点 最终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靠近边框的位置 双手握持也不会有影响 直接用手电钻开个小孔就可以了 背面也要去一下毛刺 将这条C口的数据线掐断 通过开孔穿进iPhone手机里 这里给数据线打一个截 防止它被拉出去 在屏幕压住以后 这个截就会非常的结实 这也是上一期视频 评论区大家提醒我的一个bug 这样就不管怎么用力 也是没法拉出去的 给电源线上戏 直接给正副级接到保护板上 这个松枪每次焊接的时候非常呛 所以我拿一个风扇放在旁边 据说这个烟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有的时候焊接东西特别多的时候 确实会呛得非常难受 我还做了一个简易的桌面拍风扇 非常简单且实用 这里的焊接非常简单 就正副级直接焊上就行 使用高温胶带对保护板进行一下绝缘 扣回电池的保护排线 手机这一段的施工就完成了 我们直接扣回屏幕 现在像USB这一段也剪断 插入线卡 这里的机械方案是串联一个二极管 再并联一个法拉电容 如果手机的功耗比较高 这里的法拉电容可以选择更大一些的 我这个因为考虑体积的问题 选择的是0.1法 另一段连接到手机上 电路非常简单 多余的部分直接剪掉就行 焊接后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了 这里的法拉电容要记得选择5.5V的 如果用2.7V的话就会出现过充的现象 接下来咱们上电 开机 充电宝的输出电压是5.2V 现在经过二季罐以后是4.6V的电压 iPhone手机显示的电量只有一半 iPhone电池的满电电压是4.35V 按理来说现在应该是100的电量才对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没关机的情况下拔了一下电源 在一场上变成1%的电量了 电池健康度显示100% 进一场游戏看会不会有重启的现象 现在亮度最高音量最大 胜利了啊 我自己拿下了14个人头 给家装的电路套上外壳 外壳的一侧呢放了一个透明的盖 这里简单的看一下 手机在运行时对电池的使用功率 基本控制在10W以内 也就是5V2A 而现在大部分的充电头呢 都是5V3A 15W以内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法拉电容的瞬间高倍率放电 如果是平板电脑的话 这个法拉电容的模块呢 咱们可以使用更大一些的外壳 而我这个是iPhone手机 它的10W功率呢是完全够用的 最后呢咱们看一下的抗拉性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这个弹簧线能够达到2米的长度 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咱们本期的iPhone做机 上期视频的评论区 大家还说出门怎么办 我建议大家如果改装的话 还是使用一个备用机比较好一些 主力机呢还是以便携为主 解释一下iPhone保护板的机制 如果咱们不关机 直接把电池断电的话 再次开机呢就是零电量 需要插充电器激活 即使咱们外置电池了 插上尾叉的充电器呢 也可以给它充电 只不过是电池的电量显示的会变成百分百 这个电量呢我在玩了几个小时以后呢 就不会有变化了 只要你正常关机 电量就不会下降 这里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所有的改装呢都有一定的风险 折腾的时候也一定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 我做的这些测试视频呢 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但我把这个成果分享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帮助到很多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比如每天需要直播十几个小时的游戏主播 一些特殊工作人群 他们的手机需要全天后的开机亮屏 最后呢还是希望我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帮助到当些有需要的人 如果大家对这类改装视频感兴趣的话 后期呢咱们可以再做一些平板的改装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留言 爱生活爱折腾 我是爱折腾的思思业 下期视频见